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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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己的个性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帮可爱的初三学生了 好的 咱们去吧 这是咱们的班是不是 是的 这就是我们初三 四班的孩子 哈喽 同学们好 哇 真的好热情啊 现在是感受到了 大家的可爱 我想问问河老师 咱们班怎么这么多人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是教授 两个班级 三班和四班 那么今天搞活动呢 我就想把两个班的孩子 放在一起来组织 然后一起放松 一起在考前进行一个 就是说心理的一个 释放压力的一个机会吧 所以我就邀请了 三班同学一起加入我们 哇那太棒了 那今天一定是一个 非常热闹的班会 好 同学们 其实老师知道 我们马上要迎来咱们 南昌市的第一次模拟考试 同学们 心理压力多多少少 是有一点的 对不对 老师知道这个 所以今天 孙老师和徐老师 共同组织了一次班会 班会的主题很简单 玩中学 学中玩 所以呢 孙老师就希望通过这个班会 让同学们又能玩 又能学 所以我希望今天班会 同学们能玩得开心 好不好 同时 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 玩的过程当中 补充自己的知识 填充自己的知识库 可不可以 OK 好 这次的班会课 是以三班四班 相互PK的形式进行 四个字 动兵端语 还有五秒钟 好 时间到 涂指甲油 剃须刀 三个指 喷香水 之前的几个难度不大 不过接下来这位同学 比划的这个就不好猜了 大家一起猜猜看 是什么成语呢 四个字 一个成语 一句不凡 大家的心里有答案了吗 咱们先来听听同学们的奇思妙想 大红展翅 龙飞凤 一位答案是笨鸟先飞 笨鸟先飞 电视剧前的你有没有猜出来呢 在几轮欢笑中 我们第一轮PK结束了 三班同学暂时领先 不过比赛还没有结束 所谓完中学 接下来就是考验同学们 知识储备量的时候了 知识竞达 第一个站起来 并回答正确的同学 可以获得一面小红旗 三国演义中 竹九润英雄的主要人物是 哪两位 刘备和曹操 水浒传中最典型的反面人物是 高胎为高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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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很好 很好 请念出诗歌的下一句 莫笑农家辣酒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叫全门齐说 很好很好 非常好 这是我们语文课本当中的一个知识 特别棒 特别棒 在知识进达环节里 两个班的同学们 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最后 竟然打了个平局 看来 大家的知识储备 还是非常不错呀 好同学们 大家也看到了啊 经过几轮的比拼 咱们三班同学是最后夺冠 我们给他们掌声 其实最终的胜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这节短暂的班会课中 同学们能够放松心情 释放压力 劳逸结合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 同学们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在这里 祝全体的 三四班的同学呢 在中考里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呢 开开心心过速 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得到收获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朝成明天下之 希望大家都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在中考中得到 可以进入一个好的高中的权利 就算前方的路再难呢 也不会影响我去向前 希望我还有我的同学们 在这次即将到来一模 还有中考高考当中呢 能够取得又有成绩 然后同时也欢迎就是说 各位就是说来报考我们的洪州中学 谢谢 是招生办的吧 对 我来带个广告 狂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希望同学们能在这次中考中 取得人生属于自己的第一个胜利 中考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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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大家好 我愿意地把节目的广告被影响 真的许多别开心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节目当中我们还没做清 监督的活动 心里有个小孩 主动啊 高中都有一些甚至 还有好多提示 希望大家 你领着他点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只有监督精彩的理论 别再在马上飞 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父母的苦心 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 才明白 精心挑吃每一口 适合他拒绝的腹食 父母是怎么看顾我们的 我们就怎么看顾我们的孩子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的老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吃不好 一直坚强的父母 也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8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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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爱不要等 带上爸妈来看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还要是做热热的衣服吧 到了中午 给你带一日来的 做一个电梯 富朗富的 老人呢 真的是富的电脑 所以好多人一不注意 就滚毛了 开手了 什么 嗯 这个是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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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我喜欢 哎呦 可以咱别人去看我 不是吧 这能山滚嘛 滚毛差不多好了吧 快点 这家伙伴手 找啦 这家伙伴手 你没有啊 他那一天 好准啊 又是 要 对 这个都你白了 我是老人 对 我 我 我的老人是 老人是 飞队龙 你也被打 你呢 明明已经吃了消炎药 可咳嗽的症状还是不见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问问中医专家吧 就像刚才他说了 吃消炎药 一般消炎药大部分是抗生素 那如果想要有效果的话 一般针对的是有炎症感染 这样的话才能吃消炎药 那么你吃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 由此可见 可能跟炎症感染关系不大 原来消炎药并不是针对所有咳嗽症状的 刚才中医专家提到 消炎药一般针对的是因炎症感染导致的咳嗽 那我们应该怎么区分不同情况的咳嗽呢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你这个咳嗽是在感冒的急性期发生的呢 还是在感冒后 快好的时候出现的咳嗽 哦 这有区别的咳嗽 我们知道了感冒急性期发作的咳嗽 和感冒后出现的咳嗽是不同的 这就需要我们对症下药 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情况呢 感冒急性期的我们可以选用 通宣理肺丸 灵脚清肺丸 这些药 那么感冒后的咳嗽呢 一般会用一些这个 强力琵琶路 输黄子和胶囊这些 因为他们的这个 用的时期是不一样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要分清楚 你这种咳嗽 是那种寒咳还是热咳 这种冷的这种寒咳 一般这个遇到这个冷的风 或者说温度稍微低一点 它就会出现咳嗽 出现白痰咳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建议大家就可以用这种 像它这种感冒后咳嗽 你可以用疏黄子咳胶囊 它是一种温性的药 那么像这种热咳的话 你比如说这个 出现这个身体有发热呀 黄痰呢 痰比较黄比较绵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一些这个 寒凉性的一些药物 来进行治疗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你的咳嗽 是感冒急性期出现的 还是感冒快好了以后 出现了咳嗽 用药是不一样的 感冒给大家请不打 仔细想案 是不是家优爱不家对 所以允许老师啊 就死个一轮吧 又不能乱家 没有人还是有道理 那么你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有更多精彩的理论 我也成为 马上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信许可 和耶泰 小时候 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你还记得吗 父母的苦心 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 才明白 精心挑吃每一口 适合他拒绝的腹食 父母是怎么看顾我们的 我们就怎么看顾 我们的孩子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父母偷偷地老 牙也掉了几颗 你察觉了吗 吃不香 吃不好 一直坚强的父母 也成了需要照顾的孩子 关爱父母 从牙齿开始 都市频道联合锐儿口腔 周年庆特会种牙 瑞典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半口种牙特价 院长亲诊 电话 零几九一八六八八八一二零 八六八八八一二零 爱不要等 带上爸妈来看牙 八百里洞庭 长康十一万八千亩 绿泰菜籽家园 绿泰只优先投一道 压榨菜籽油 长康绿泰出榨香菜籽油 家常菜 用绿泰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常菜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在我们的美味直播间 今天呢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刘大厨 有请 大家好 今天来做的这道菜呢 它这个选材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到底菜名叫什么呢 萝卜干烧鸭掌 萝卜干烧鸭掌 这个组合只有我们的刘大厨想的出来 先来看看这道菜需要哪些原材料呢 萝卜干烧鸭掌需要的原材料有 脱骨鸭掌 萝卜干 生姜 大蒜子 小米椒 那这个搭配首先就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那其实一般像现在这种脱骨的这种五骨鸭掌 在菜场都能买到吗 一般在超市 炖子堂比较多 普通的菜市场应该也有 那那个萝卜干选哪种 萝卜干呢就选的不是很咸的 就是一点点微甜的就可以 对对对 其实现在很多就是 你有的时候菜场能碰到一些这个萝卜干的话 它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应该说村里或者说我们底下这个地市的 它有一些这个来卖的那些萝卜干也很好吃 对对 这是就是人家那个 自己晒的那种 龙酱萝卜干 对对对 好 那材料备好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吃醋吧 起油锅 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香味一出下入鸭掌煸炒 下入适量的啤酒去腥增香 随后下入红辣椒 加入一点点米酒炒匀 来一点生抽老抽炒匀 再来一点陈醋 米酒鸡精 胡椒粉13香 盐和糖下锅炒匀 随后萝卜干就可以下锅翻炒了 萝卜干炒香之后味道融合 萝卜干烧鸭掌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压爪上萝卜干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好菜呢 可能是非常的适合下饭 尤其适合配一些小酒来吃 对对 这道菜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呢 还是有请我们的刘大厨来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鸭掌呢 它是有点咸味的 然后萝卜干它也有点咸味 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呢 就不要放什么盐 放点点盐就够了 放点生抽 放点脑筹 在烧的时候 萝卜干呢 可能大家 萝卜干呢 就是在锅里烧的时间不要太久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鸭掌呢 我们要平时放在火上去蒸一下 你人是烧的话 也会烧蛮久的 就不要 整整那个七八成那就可以了 对 它跟我们以前做的鸭舌 还有点像 对对对 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他今天教大家的 萝卜干烧鸭掌 太开斗 好味了吧 我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陈叔叔要送给陈 很爱意的是不是 对 这道菜呢 究竟好不好吃 回去您跟爱意一起尝一下 行 好不好 谢谢 陈叔叔 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 给您爱人送菜吃呢 因为我爱人辛苦了一辈子 那个工作期间 我工作非常忙 他辛辛苦苦为全家 付出了很大的这个辛劳 陈先生说 爱人为家庭付出了很大的辛劳 这并不单单是指 他平常做了很多的家务 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选择 无条件支持 我特别要感谢的 就是我父亲年老的时候 患了老血栓 瘫痪在床 他亲自在家照顾了五年 五年 阿姨您那会儿你要上班吗 退休了 就是退休了 就专门在家照顾 这个父亲 因为我还没有退休 所以无人照顾 所以我父亲 我把父亲接到我家 那么他亲自照顾了五年 就是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去照顾 阿姨您那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跟我讲 他说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我说你说 他说我爸爸老梗 想请你帮一下忙 我说你爸爸就是我爸爸 应该的 哇 很感人 其实我觉得两夫妻沟通就是这样 什么叫做有效沟通 就像你们俩这样 我很真诚 很坦诚地跟你去说 然后你可以全然 欣然地去接受全部 那可能心里面是不是更暖了 对 互相体谅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那您今天有什么话想 对您的爱人 什么 这么好的阿姨 我谢谢你 谢谢你一辈子为这个家 为我的父母 做出了很多牺牲 在这盏菜里送给你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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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之间的生活 必然会步履蹒跚 如何化解矛盾 考验夫妻双方的智慧 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的生活 冷静 不责怪 理解和宽容 会让两个人走得更近 老公呢 他在送的日子跟老婆 就要老婆 这别个羡慕 不但每次好之嘎吴 我就对这个鸭 要是在表一周 就是好几年 所以信重 这别个人 阿米格斯坎 最近我们今天的个 度时风行给 国家有那样的好推荐 都市风行够 放心就够了 大家好 我是秀神 那今天给大家聊一样 大家不会陌生的东西 叫做香皂 有朋友说了 香皂我很熟悉 平时每一天咱们洗澡 洗衣服都会用到 但是在这儿 我提另外一种 叫做硫磺皂 硫磺皂 您了解吗 今天咱们一探究竟 来看一下 在我面前摆着的 就是咱们的硫磺皂 以及香皂 那说到了香皂 咱们直接说 味道 闻一下特别香 各种味道都闻起来 方香扑鼻 但是咱们的硫磺皂 闻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刺鼻 因为它只有硫磺 那聊过了味道之后 咱们来聊聊 这个成分的不同 咱们这个香皂当中 添加了像叶子油 牛油果等一系列的东西 可以对咱们皮肤 起到清洁的同时 可以起到滋养 保护 水润的作用 硫磺皂 当中 就是硫磺 对咱们的皮肤 起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 叫做杀菌的作用 那为什么可以起到 这个杀菌的作用 因为咱们这个硫磺皂 当中添加的 叫做硫磺 在洗浴的过程当中 可以产生硫化氢 和五露黄酸 所以它可以起到 一个杀菌的作用 那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说到咱们的泡温泉 泡温泉对人体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 因为它其中也有 这个硫磺的成本 可以起到咱们人体的 这个杀菌 杀满 同时对咱们的皮肤病 也起到一定的 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那有朋友就问了 硫磺皂皂这么好 是不是可以天天用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不是的 因为咱们这个硫磺皂 其实属于药皂 一定要控制它的使用频率 一旦使用多了 它会让我们的皮肤 出现什么呢 脱水啊 脱皮啊 干燥一系列的现象发生 在这分享一下 咱们的油性皮肤 格外的适合这个硫磺皂 因为硫磺皂 可以起到一定的 这个控油效果 和杀菌的作用 说到这儿 不得不想到一点 油性皮肤的朋友 有可能在胸前 和背部这个长了痘痘 那使用硫磺皂的话 可能对咱们这个痘痘 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怎么样 这个硫磺皂 您是不是也懂心愣呢 赶紧登陆咱们都市 妄言工的商城 去了解一下吧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团长 以及优质工艺商 好不得说 咱们下期再见 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 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 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 多运动 心好脑好 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 清血谷方 精神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变血变密 变血变密 中痛 您是不是有痴状烦恼 胃痛 胃酸 胃炸 您还在忍受胃肠疾病的折磨吗 据统计 肛肠胃肠疾病发病人口日益增多 越来越年轻化 随着年龄增长 病情恶化 癌变率直线上升 小症状 点燃大病变 南昌丰益肛肠医院 我愿有专业的胃肠镜 电子胃镜 电子肠镜 智能微创 让检查更舒适 同期开展 电子肛门镜 肛肠疾病补查 轻松吹口气 检查胃肠油门 罗杆菌感染 专业治疗 内治 外治 港州疾病 胃炎 胃溃疡 腹泻 便秘 胃肠吸肉等 各种消化道疾病 南昌丰益肛肠医院 咨询电话 079188299333 88299333 输筋建腰娃 传承陈里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治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啊 老牛可真牛 以前啊 工作业绩突出 牛 后来啊 跳舞 打球 也突出 牛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哎 用输筋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 陈里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治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是的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里记 肠胃本一家 检查治疗不分家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专注肠胃病 诊疗 四十五年 公立 专科 辞得我们信赖 专业 精准 是我们 胃肠病检查的宗旨 主任亲诊 预约检查 当日取天 南昌第十二医院 为您的肠胃 保驾护航 预约热线 0791-8863-7777 地址 南昌市 明德路 473 全民音乐 浮动 综艺直播节目 叫做全人与要卖 最新的精彩 我们的节目 已经马上正式盖起 进入比赛盖的 入梦入职 全国高的优秀选手 都齐居难做 相信打造个新天高水准 一个死定性 以为我们 恭喜节目 最新的Local KOL 好 让我们一起 为节目加油 观众朋友们 明天还是老师干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干豆角烧肉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好菜呢 应该说呢 我们其实 家里的很多大厨 都是会做的 但是呢 经过我们 刘大厨的这个方法 您会发现 做起来一点都不难 对一点都不难 而且烧出的 有这种豆角的香味 特别浓 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就是这个泡豆角 对不对 其实它这个菜 最关键的就是泡豆角